云南大象抵达昆明的消息牵动了无数人的心 很多小伙伴肯定会疑惑 为什么我们不采取更加过激的行动 就这样眼巴巴地看着这群大象横冲直撞飞扬跋扈 想去哪就去哪 现在技术这么发达 几只麻醉针把这些大象撂倒 送回栖息地不行吗 哈哈 其实这群大象的迁徙 远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你现在感觉这群大象憨态可居 一路上逛吃逛喝 一派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好画卷 实际上在这背后 政府不知道操碎了多少心 前面既要给象群开路防止人员伤亡 中间又要监测象群以防意外 后边又要请点被象群损毁的财产 做好善后赔偿 背后还要做好舆论工作 满足网友的好奇心 仔细算算这每一项都不是简单的活 你感觉这个象群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快乐 这是因为主流媒体和网友用娱乐化的方式 让大家来看待这个问题 抛开其他因素 象群北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棘丑的公共危机事件 稍有差错 可能就会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为什么这么说 翻开中国象群的历史 你就会发现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 人类与大象对生存空间的争夺 就一直在上演 虽然在80年代 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 象群的数量从170头左右 上升到现在的300头 但象群的生存空间 下降到只有500平方公里左右 栖息地的缩小导致 大象只能来到人类的村庄和农田寻找事物 人像冲突不可避免 在2011年至2017年的几年间 云南以野象袭击致死的人数高达32人 你以为这群大象憨态可居 实际上非常凶险 对于象群 当地政府也一直采取避退的方法 试图让象群自己返回森林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象群已经抵达昆明 在人口稀少的村庄乡镇 政府还能应对 但在人口稠密的市区 意外因素过大 但凡有个不要命的狂热爱好者 近距离接触象群 就有可能出现伤亡事件 到时候人像接熟 而在另一个方面 如果想要抓捕也并不容易 首先是麻醉 麻醉剂量过大可能给大象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过小则不起作用 同时麻醉掉15头大象 且在短时间内把它们装进笼子里 想想都是灾难级的任务 更要命的是 大象是群居动物 一旦一头倒下 其他的大象就会受惊发怒 产生巨大威胁 更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而且全国网友都在眼睁睁地看着 前段时间那只东北虎 哪怕抓捕得很成功 但也遭到了舆论的质疑 更别提这群更温顺的大象 一旦稍有差错 组织者将会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 所以说现在政府面临的 可是进退两难的公共危机事件 最后到底怎么解决 就要看当地政府的智慧和能力了 但是回过头 我们必须要考虑的是 这群大象为啥跋山涉水 头也不回的铁了心要背上 把目光再次放到这群大象的 过去几个月的轨迹 你会发现 这群大象的头像 其实并没有当过几天老大 早在之前 这群大象的老大是一头老象 老象死后 现在这个头像才担负起带领族群的任务 但是这个头像也是第一次当老大 自己都是鹿吃 更甭提领鹿了 于是就傻乎乎的 一路带着憨头憨脑的其他大象 一路北上 在普尔的时候 终于有两头老象发现方向错了 但这两头老象也是含糊 自己抛下象群扭头走了 留下苦哈哈的头像 继续领着象群往北走 这就是大众最为认可的迷路说 大家认为 象群北上是因为迷路了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研究一下象群近20年的移动轨迹 你就会发现 在2011年往后 整个云南的象群 其实都在漫无目的地四处闲逛 随机性和试探性都非常强 这其实是象群在有意识地开辟新的领地 原因很简单 从80年代到现在 象群的数量翻了一倍多 达到了300头 但栖息地却锐减到不足当时的三分之一 只有不到500平方公里 这个空间对象群来说实在是太小了 而云南当地对于象群 基本都是采用避让的方式 态度友好 甚至主动投食 这会让象群很少感受来自人类的威胁 从而开始大胆地走出领地 开辟新的领地 而开拓新领地说白了 就是随便走 走到哪是哪 合适就停下 不合适就撤 所以我们会看到象群一路北上 所向披靡 头也不回 无论是前几个月的东北虎 还是现在的象群 虽然在政府的努力下 总决数量得到了一定的回升 但其吸地的减少 势必会让他们走出家园 寻找新的领地或食物 产生新的矛盾 这些背后的问题 需要我们共同来探讨和解决 我是于小明 我们下期再见